子吾古其谋是三国时期一次大胆的军事构想 由于当时并未实施 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 支持的人说 兵者 鬼道也 如果诸葛亮当时采用此祭 那么蜀汉的命运将被改写 反对的人说 此祭风险太大 几乎等同于直接送命 公元228年春 蜀汉在经过多年的准备之后 以兴富汉室 还于旧都为由 在诸葛亮的率领下正式开始北伐中原 进攻曹魏 要想从北伐的出发地汉中 到达目的地关中地区 就必须要面对秦岭这个巨大的阻碍 秦岭可不只是一座山 而是一群山 这里山高厘密 地形复杂 有很多峡谷 时不时还有猛兽出入 不过它也并非密不透风 共有五条道路可以穿越 它们可分为两条平路与三条山路 两条平路 齐山道 陈仓道 三条山路 包斜道 躺落道 紫武道 最偏的是齐山道 通往陵右陵山以西的地区 它离汉朝旧都长安最远 最近的是紫武道 齐北口离长安最近 诸葛亮属于远派 喜欢走更远的平地 主张更稳妥地边打仗边屯田的作战模式 以保证军队粮草充足 然后在此基础上 逐步往长安方向一路平推 所以 他认为第一次北伐的路线应当走最偏的齐山道 因为该道所通往的龙右地区不仅地势平坎式和种田 而且养马也发达 盛蝉好马 这对缺乏骑兵的蜀军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 有了远派 那自然就有近派 紫武古其末便是近派魏妍的主张 他认为 虽然紫武道地势崎岖 山谷狭窄 不适合大规模行军 但他离长安最近 所谓兵贵神速 出奇制胜 若能顺利突袭 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根据魏略的记载 当时魏延具体的提议是 请丞相借他五千精兵 再加五千人运粮 从包中出发 沿着秦岭往东走 再通过紫武道北进 不过时日可到长安 魏延听说镇守长安的夏侯毛年纪小 只是凭借曹操女婿身份当的太守 就是一顽固子弟 生性胆小懦弱 又无谋略 导师听到蜀军突然来了 他必定乘船逃走 这样长安城内就只剩下那些不懂军事的御史 经兆太守等文官 至于粮草不及 可以去长安良库呢 也可以依靠城中百姓的谷物 一共能坚守差不多二十天 丞相率主力部队从斜谷来 由西向东进军 在二十天内与他会合 那么关中西部地区皆可平定 另一个版本的紫武古其谋则来自陈寿的三国志 大致意思也差不多 不同之处在于魏延的目的地 其实是长安旁边的铜关 通过阳宫或绕开长安 先把铜关攻下并守住 以此切断曹魏对关中的援军 随后再等诸葛亮包抄跟进 最终实现魏延与诸葛亮的关门打长安 我们暂且不论二者哪个为真 因为他们的作战思路都是相似的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此季本身到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 在当时那个背景下 其难度和风险又是多大的 此武道是沿着悬崖峭壁凿出来的一条小路 路面高低不平 地形险峻崎岖 非常难走 而解路的宽度也只能容纳两人左右 先来做个大致的计算 此武道全长600余里 用现代单位换算 约等于300多公里 也就是说 魏延部队里的这一万人 每个人每天需要在此武道上走30多公里 才能实现不过时日可到长安 如果说这对那些5000精兵来说不算什么问题 那么剩下的5000府兵可就比较难了 他们的体力肯定不如精兵 而且还要人力推车来运送粮食 比如后面运粮的5000人走不动了 前面的5000精兵就要等着他们 因为士兵只有吃饱了才走得动 这么一来一回 倘若队伍的行军进度比计划晚一天 那么粮草就要紧张一天 根据北宋审阔梦西笔潭里的计算 魏延部队的粮草供给极限是18天 如果算上战败后撤退时的粮食 就要除以二 也就是说 从紫武道去长安保险起见应在9日内完成 当然 魏延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 没有考虑到与败有关的任何事 就像他在提议中所说的 后续的粮草要靠攻下城后去敌方那里抢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天气 一旦下雨 地面湿滑 那么行军速度必然减慢 倘若还遇上连续的雨天 然后在紫武谷内拖到了一个多运 那么一大半的人在里面饿死都有可能 这里举一个曹真的例子 在第一次北伐后不久 曹魏兵分三路进攻蜀汉 司马一沿汉水而上 张和 郭怀从包协 骑身进攻 而曹真则率领着主力部队走紫武谷 从长安直达汉中 结果曹真的主力军在紫武谷内遇上了大雨 连下了好几天 走了一个月连一半的路都没走完 而此时 另外两路的司马懿与张和 郭怀部队都到汉中了 因为兵力不足被诸葛亮击败 在紫武谷得到消息的曹真主力军士气低落 加上粮草不足 最终原路返回 除了超强的全军机动力 粮草不几 天气这些因素 还有地方不能在紫武谷设有哨所 甚至埋伏兵 这也是先决条件 因为一旦被发现 必将全军覆没 所以说紫武谷其谋完全就是一次赌博 你说十天到长安不可能吗 也未必 但如果你真的去做了 有可能一次就成了 也可能下场比那曹真还惨 假设魏延第一轮真的赌赢了 十天就到了长安城下 那么这时候问题来了 怎么攻城 这长安乃百年古度 经过两汉的大力整修 其成手之坚固 绝非一般小城所能比 魏延的这一波紫武谷及行军 为了尽快抵达长安 肯定不会带什么攻城装备 所以这就矛盾了 对面城墙如此难攻破 自己又没有攻城武器 难道要靠意念来攻城吗 还真是与意念有关 魏延认为 单凭他们的震慑力就够了 太守夏侯毛听到他们来了 就会吓得气成逃跑 于是长安就被他们拿下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趣的画面 魏延的部队来到长安城外 啥也不做 就在那里吓唬人家 等人家投降 正时中对于夏侯毛的记载较少 只写到他不喜欢战争兵法 但擅长做生意 所以我们看 从擅长做生意就说明这人并不笨 还是有脑子的 但凡夏侯毛有点脑子 是不可能气成而逃的 曹魏坐拥九州之地 兵力居三国之首 所以在夏侯毛的身后 是有着强力的后盾 对面的蜀军并无攻城器械 对于攻城并无两策 只是在那里虚张声势 况且这场安是大城市 是曹魏西部的大本营 兵精良足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降的 退一万步说 就算夏侯毛真的胆小至极 坐船逃跑 但此时城内还有其他官员在 他们就一定会乖乖投降吗 对于将军先走 末将愿领一支精兵坚守城池的桥段 相信大家已经都很熟悉了 因此城中哪怕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固守 那么魏严的部队就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为他们的粮草自我保障极限是18天 如果久攻不下 他们就会被自己活生生的耗死了 而仅凭魏严部队的装备 强攻下长安或是同关显然难度很大 所以相比之下更切合实际的做法是 玩内奸 魏严早在汉中当太守时 就已经在长安城内安插了不少自己的内应和奸细 这样等到他的轻装急行军从紫武谷赶到长安时 内应将城内的高级官员全部杀尽 这样的操作显然比站在城外干等着人家投降要靠谱 如果魏严当时真的有这个安排 他就一定会告诉诸葛亮 否则永远无法打动诸葛亮采纳其计策 而魏略和三国制都没有提及魏严恩插了内应 当然 还有另一种情况可以拿下长安 夏侯某等人实在忍受不了魏严军的挑衅和侮辱 结果长安守城军打开城门 主动出击 最后被酒精沙场的魏严击败 我们在假设魏严真的犹如神柱 拿下了长安或是同关 但打下来之后 还要面临曹魏各路援军的攻击 甚至四面夹击 与此同时 诸葛亮还必须一路顺利平推 与魏严会合 人们总说齐某贵在一个棋子 但也别忘了 齐本身就对应着低概率 分析到这里 不难发现 紫无谷齐某本身就属于一个低概率事件 再结合当时背景下的各种因素 导致这个概率降了又降 当时的蜀国 全国定例不超过十万 魏严的紫无谷齐某 若是失败了 蜀汉就要损失整整一万兵力 还要失去魏严这样珍贵的名将 而魏严要是成功了 蜀汉就将用全部的兵力 与曹魏不到一半的兵力决战 赢了确实能一统关中 但败了就是直接灭国 所以说 蜀汉的国力 兵力决定了其无法承受 自无谷齐某带来的种种风险 有趣且讽刺的是 曹魏最终灭蜀的方法 也是类似紫无谷齐某的战术 三国后期 曹魏的中会帅主力军与姜维 在间隔僵持不下 此时邓爱偷渡殷平 一路杀进成都 刘禅最终投降 有人就会说 刘禅都投降了 这长安的夏侯毛 为什么就不会投降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背景来分析 卫国曹瑞乃民军 且曹魏实力强大 兵马粮草充足 而蜀国一旦齐袭失败 则有灭国风险 蜀军流禅听信小人谗言 乃昏君 蜀汉本就民困国法 兵马粮草严重不足 成都城内的很多人都不想为流禅效力了 而魏国及时齐袭失败 还有大把的机会再次罚蜀 顺便提一句 邓爱偷渡殷平时 全军那也叫一个惨烈 魏延的子无骨齐谋要想顺利完成 要经过三轮的考验 顺利走完 对方开诚投降 攻占后守住 所以 要想实现子无骨齐谋 天时 地利 人和 必须全部满足 只要少了其中一个 那么全军必然原路返回 甚至被对手全灭 您是如何看待子无骨齐谋的可行性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